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宗消息 就是從今天開始 至到1月24日 首都華盛頓 將會進入緊急狀態 到底葫蘆裡面賣的是什麼藥 第二宗消息 就是眾議院從昨天開始 討論這個彈劾總統的議案 按計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應該是歡喜若狂 慶高采烈 但是政界人士就發現 原來佩洛西昨天一整天 都沒有在眾議院出現過 他是沒有主持會議 亦都沒有出現會議 這件事就相當之不尋常 到底他的行蹤是怎樣 他本人去了哪裡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益友的反應就真的相當熱烈 我們MIV的專頁開了三天 已經突破了6000位益友關注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踴躍支持 我們專頁的連結 已經放在這條片下方的描述位置 大家按進去 如果有賬戶的話 就可以直接關注 如果沒有的話 都可以申請一個 不用錢 最重要是大家一起擺脫Facebook 說回今天這個議題 第一單消息 首都華盛頓 從今天開始 到1月24日 將會進入緊急狀態 根據官方的說法 就說特朗普總統已經下令聯邦各個部門要提供協助 以應對第59屆總統就職典禮的工作 而白宮的聲明說 總統會授權國土安全部核下的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協調所有應急工作 目的就是為了減輕緊急狀況 為哥倫比亞特區居民帶來的困難和痛苦 並且要為所需的緊急措施提供適當的援助 以拯救生命 保護財產和公眾健康以及安全 減輕和避免哥倫比亞特區受災的威脅 官方的原因就很正頭正路 到底當中有沒有什麼端倪 當執行起來的時候 又是不是真的那麼正頭正路 如果真的有什麼軍事部署的時候 其實事前就不應該走漏半點風聲 現在正正就是連這些風聲都沒有 從整件事來看 我就有兩點的質疑 第一就是 國防部說 將會部署15000名國民警衛軍去到華盛頓 協助維持秩序 如果純粹說 你也是要維持國會山莊一帶 或者是白宮的秩序的時候 那需不需要動員到那麼多人走到華盛頓呢 究竟會不會涉及到其他的任務呢 當然不知道 而國防部也是跟拜登所謂的過渡團隊的交接 是膠著了 到底這萬人是去做什麼的呢 是不是純粹 維持秩序那麼簡單呢 未知 至於第二件事就是 新一屆總統的就職典禮 就會在1月20日的時候舉行 但是緊急狀態就從今天開始 去到1月24日 你說今天開始 事前就要緊急狀態 所謂啟太平地 這個可以理解 但是你說 1月24日還是緊急狀態 如果新一屆總統都宣誓完 為什麼還要預留多4天的時間 做緊急狀態呢 這4天是做什麼的呢 純粹是叫做買個保險 定益或是另有安排呢 目前也是不知道的 但是看起來就有多少奇怪了 我就是察覺到有這兩樣東西 至於特朗普總統 至今其實他也是沒有認過輸的 大家看看他那份的聲明 他就說不出席新一屆總統的就職典禮 但是他就沒有說到 究竟他會交接給哪一個下任總統的 從那篇的聲明當中 是不見得到拜登的名字在上面 到底他說不出席新一屆的就職典禮 是意味著什麼呢 是純粹說他免得眼淵 沒有眼看你這個拜登上台 還是他已經是另有部署了 根本上他就知道新一屆的就職典禮 無暇參與 是不是這樣呢 當然還有一個禮拜左右就會揭曉 好了 至於在昨天 他就跟了彭斯副總統會面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所說 就說他們兩個人是言談甚歡 這次就是自從1月6日的國會聯席會議 結束了之後 特朗普總統和彭斯副總統的首次會面 彭博社就引述了一名知情官員所說 就說兩個人就談得很開心 談及到未來一個禮拜的計劃 以及就是回顧了本屆政府首屆的任期裡面的成就 而且兩人還一致地認為 衝入國會大樓的人 就沒有辦法代表得到 7500萬個支持美國優先的聲音 他們就會承諾在本屆任期餘下的9天裡面 繼續代表國家工作 另外根據一名高級行政官員的說法 兩人在會面的時候 還討論過關於反對國會彈劾這件事 排除了彭斯副總統 罷免特朗普總統的可能性 我的看法就是 後者的說法跟事實近況很多 因為自從1月6日國會聯席會議之後 大家已經看清楚 到底彭斯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或者他是按照什麼的原則來做事 按照說兩個人都沒有什麼好談 是不是 即是你都談不完 原來都不適合 現在突然之間說再次會面的時候 當然是談回一些實務的事情 你說之前的任期如何如何 這些是寒圈的事情 就算是也不奇怪 但反而是說到底那個彈劾案是怎樣 因為這個佩洛西一直都在要求彭斯 就說你應該是主動罷免的總統 你提出罷免的時候 即是以那個什麼精神原因 將他罷免了 不需要由國會來彈劾 這樣 這些人就叫做是妙想天開 對不對 綜然彭斯在1月6日 他的表現都只不過是 按本子辦事 總之 馬康內爾和佩洛西 整了一份會議程序 他根據來做 他沒有一些破格的行為 但是怎麼說都好 他現在也不肯向佩洛西屈闖 好了 這個彈劾案當然 會繼續進行下去 因為在星期一的時候 已經開了頭 彈劾案首先要通過眾議院的討論和表決 在昨天 就有共和黨籍的眾議員走出來做駕倆 於是這個彈劾案 就不能夠在眾議院裡頭獲得一致的通過 於是就要進入討論和表決的階段 按照今天 沒有理由這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就不會出席這個會議 因為彈劾特朗普總統這件事 其實就是佩洛西在背後主使 是他做推動人 竟然你推動那個 自己都不出席這個會議 更何況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眾議員 他是眾議院議長 作為議長你都不去主持會議 於是其實在坊間已經傳出了很多的消息 到底這個佩洛西是不是已經被人拘捕了呢 當然到現在這一刻都沒有一個 確實的消息告訴大家 這個佩洛西去了哪裏 而在今天的眾議院會議上 他就委任了Debit Dingo做臨時的議長 如果大家看的畫面 其實就戴了口罩都不是很分得清究竟他還是佩洛西 因為都是阿婆來的 不過Debit Dingo六十多歐 這個佩洛西就已經差不多八字頭了 兩個人罩眼看起來就好似的 但是當然看真點 查清楚之後就發現佩洛西是沒有出現過 現在在Twitter上 旁邊就有一個hashtag 標籤就非常流行的 就叫做Where is Lancy 就是說 究竟佩洛西去了哪裏 因為他的行蹤事實上就是令人有所揣測 因為 以一個這麼討厭特朗普的人 時刻都已經是移得他要下台的 他第一屆的任期都是 只剩下幾天的時間 你都要搞這個彈劾案 你沒有理由不出席這個會議 是會很令人有所懷疑的 這是很正常的事 更何況現在坊間傳出了 他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拘捕了 照計來說 他就很應該 自己演出真身 但是又沒有 當然佩洛西就在Twitter上發表帖文 但是大家都知道 你發表帖文就不代表一定是那個人本人發的 阿謀 阿仇有你的戶口有你的密碼都可以登入來發 所以他去了哪裏 暫時來說 我都不能夠很斬釘截鐵地告訴大家 事情發展到今天 無論特朗普總統能不能夠連任也好 現在第一屆的任期就上餘一個星期的時間 似乎那個勢頭又不是想像中那麼壞 為什麼呢 因為自從1月6日的國會聯席會議 出現了國會山莊的激烈示威活動之後 那幫左派人士 民主黨人 以及科技巨企 傳媒霸權 不斷地 迫迫共和黨人 特朗普陣營 其實 造成了一個非常大的民意反彈 已經存在了 大家看看那些網絡的大移民 就已經是可見一班 民意就真的非常強 我們在昨天的節目也有提到 就說你那幫這樣的左派分子 在搞這些政治清算 政治迫害的時候 只會搞到一個地步叫做 迫虎跳牆 說得難聽一點就叫做 趕狗入窮巷 到其時人家的反撲 就不是網絡移民那麼簡單 今天我就看到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 他們的看法就和我都差不多 他就怎麼說呢 就說 民主黨裏面有些左派分子 就不斷地在搞一些政治清算的行為 而科技巨企為了討好這幫左派人士 又積極地配合 走去把一些保守派人士禁言 他們就警告 再這樣搞下去 就只會製造更多的民憤 最終就會激化成為 一些令到美國人 一輩子都後悔的破壞 他們這個警告就已經是相當之嚴厲 講到明你再這樣搞下去 這個撕裂 就不是純粹 那些人在那裏 喊生曬那麼簡單 我看都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美國就是擁有槍權的 你這幫傢伙 在那裏租責人的時候 你搞到他在一個地步 他發聲又沒有渠道 他表達意見又不知道應該去哪裏 這樣的時候 他們捱了那裏 那裏的怨氣 你說他怎樣去發洩 這件事 分分鐘會造成悲劇 那些左派人士現在就好像 很可愛 很得戳 不得戳得多久 這些東西是要收手的 他再不收手的時候 分分鐘就會搞到整個局面 好和 其實這幫傢伙都是很反智 老實說 叫做得勢不搖人 希望他們 就是會反省一下 好這次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